各位同仁請就座本席宣布開會商資會記錄請諮詢參與如意見即為認可 今天無人請假 今日預選三讀議案第二讀會審4預算案 三讀議案第三讀會審4預算 我們請鄭議員 鄭再一點請 經過昨天那個齁 因為大家的建議齁 我們經第五審查會報告齁 再辦理發包 所有的同仁齁 要去五審 都可以去五審那裡 通地 都每個同仁都可以去五審 好嗎 好 好 來 鄭議員請 不是另外對這個 剛剛巴黎沒問題 對國民運動中心 我想要請教 這個我們 交易局 因為這個事關所有的 運動中心 因為朱市長也標榜說 我們運動中心是做最多的 也是最好的 但是我們委外以後 當然運動中心 給人民用的不是盈利用的 但是我們委外是 既管理方便 並不是賺錢 但是呢 我們這個國民運動中心 我們各地區都有 所有的 所有的這個提會的活動 或者說公部門的活動 當然 在運動會啊 我們有辦一個這個 板橋區的運動會 當然游泳會 要向國民運動中心 來借我們的這個游泳池 我們租也可以 付錢也可以 但是 他們堅持的就是說 只能 只一個抽到 那個那個那個 游泳道 跟兩個游泳道 那你說 我們一早上的運動會 你說 這個 在比賽的話 這樣像這樣的情形 我認為說是太專制了 因為 沒有達到運動的一個 這個 所有的 我們公辦的 這個國民運動中心的精神 我認為在所有的場所裡面 應該 這個 像我們有比賽的 是不是 應該在你們定定條約的時候啊 就是我們有 這個在 回饋條件裡面啊 應該 給我們方便 因為 大家運動完 在體育運動項目也好 在勾向項目也好 只要是在裡面有場館的 是不是應該給我們 呃 層次也好 或者說 協辦也好 應該給我們 一個整 整體的 這樣的 用詞的一個場所 讓我們用比賽能夠進行 因為從 有運動中心以後 以前啊 在板橋 這個 所有的游泳池 他們 他們的 這個水道啊 游泳道都是開放的 但是 從 這個給我們 運動中心蓋好以後 這個要用比賽啊 已經 現在全部 沒辦法 你沒有看到說 有一個運動中心有用比賽的 所以說 所以說 是不是可以辦理 是不是可以開放 請交易局檢討一下 沒有 這個 這個是 攸關於整個 國民動中心的一個 人民的潛力 那 這個 是不是在企業裡面 你能夠承諾一下 又給我們這樣 有這樣的一個實踐 在我們第一停車場那邊 就是那個 海山那 你們最近 有一個地方 我們要感謝你們 剝了一小塊 一個小小的辦公室 給我們 新北市的 恩惠 所使用 恩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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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不可以拜託你們 送佛 最好送到西天 送一半 這個佛會變魔 因為 人家去那車公 其實 去的時間都不長 你們那個 都好像是固定 那個車位都是固定 收月租費 沒有 沒有臨庭的是 也沒有臨庭 不然你們 人家月租人家不在 借人家停一下 也不願意 所以 就會造成很多的不便 你外面都是畫紅線 你叫人家停在那裡 那是洽工 因為不太可能 工會會有一大堆人 跑去那邊做什麼 所以可不可以請 請你們的體育處 去跟你們 這個委辦的對象 溝通一下 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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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去做什麼 你就都租人錢 你就在收了 給人家方便一下 可以嗎 我們再轉達 提育處來看怎麼協調 相關的 他就是一個車位 看是要租人家 還是要怎樣 還是怎麼樣 就讓人家可以停一下嘛 還是弄一個車位 做零停的也好啊 那你什麼都沒有 我們再跟體育處 再了解一下 那就麻煩你了 看怎麼樣協助 剛剛還有州議員的部分 我們會在那個 合約 新的合約 我們都會來做處理 相關的我們都 我會帶回去研議 那現有的活動 只要是公益性 而且確實是體育活動 我們都會來協助 我們請體育處來協助 我請教育局長 我想請教一下 我們現在那個板橋的體育場 板橋體育場 那個救國團 原先在那邊有承租一些場地 在做一些 教育延續相關的課程 現在這塊場地 救國團都已經 這個退租很久 那我在 本期在一年前 大概在一年左右 我就開始爭取說 那個地方 我們未來ROT案 這個承包出去之後 是不是在那邊 可以爭取一個 智強禮的一個活動中心 一個活動空間 那這個案子啊 推動到現在 情況到底怎麼樣 你們之前 相關的承辦 體育處副處長 都已經高升到 其他地方去當秘書長了 那這個案子 現在進度如何 到底招標的條件 是不符合這個 相關的這個需求 還是說有什麼困難 局長 這個部分是不是請你給我答覆一下 因為 我暫時還不了解 他後續 招標有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你沒放在心上 所以相關的問題 這個就是你們財產 這個相關重要的部分 你們財產放在那邊 衛文子 在那邊 大門伸索 這麼好的一個空間 不趕快活化運用 一個禮的活動中心 爭取一年多 你們這個行政效率太差了吧 你不要跟我說你心上來的 我不管你是不是心上來的 你政策是延續的嘛 好 你這個案子你有放在心上嗎 好 謝議員指教啦 因為我看到資料是 因為他原來的招標 是107年8月 這個停車場的收入知識 他的主要是這個 你搞錯案子了 你看你連案子都給我搞錯 我現在看到預算書的稅入是這個收入 不是那個 你剛剛講的是另外一個案子 我知道 我現在講的是那個救國團 那個部分 那個ROT案拜託快點 那個民眾有迫切需求 活化那個空間 否則我跟你講 那個地方不活化 那未來也會成為一個 相關的治安的死角 又浪費又閒置 又變廢棄的空地 拜託這個案子到底怎麼樣 好 那個我請主義財事 這個因為拖很久了 一天之內就給我答覆好不好 好 是 謝謝合議員 可以嗎 好 可以 議長 好 感謝 來 下一關來 議長 我想請問一下 我們樹林體育園區 那這次 之前的那個契約 是每年234,412塊 那今年換約嘛對不對 今年是不是又簽了新的合約 那你才增加588塊 那你知不知道這幾年 我們的樹林體育園區有做什麼變化 你知不知道 這個案子 樹林 體育園區 為什麼只增加588塊 他的合約是103年10月27號到108年10月26號 對 所以還沒有到那個合約的結束 所以他的契約的都是照他的契約金收入 你今年要簽 你今年要簽訂新的對不對 10月26號 他就約到 那你們準備要簽多少 你知不知道最近幾年 那個 就是最近這一兩年 我們蘇聯體育園區有什麼變化嗎 目前我不是那麼了解 我麻煩你要趕快去了解 今年這個稅入我覺得要從 要編多一點 為什麼要編多一點 因為它裡面有增加了一個就是七彈場 過去你們把這個極限運動公園放在這裡面的時候 完全在荒廢啊 放進去之後都沒有再用 那前年呢 我印象中好像是林毅華林局長在位的時候 他還要準備花300萬整個要翻修 可是翻修呢 我們發覺根本就沒有人要來用喔 所以說現在好不容易 你把它變成一個七彈場 七彈比賽場 有人在營運就代表說他有盈利嘛 有盈利的話 我相信我們這邊收入是不是要更多呢 要爭取更多 好 那相關的 因為他到時候契約還會重新招標的部分 我會請體育處這邊再來做整體的處理跟考量 我希望是要有個合理的價格 是 不要每次都讓人家覺得說 我們好像在土地廠商 是 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議員指教 來 喂 處長辛苦了喔 這個局長辛苦了 剛來就是要接受很多過去的一些詢問喔 是 我要特別感謝你們在這個 因為這個五峰國中啊 爭取這個體育場館的部分喔 馬公公園體育館 現在這個局長這邊已經答覆說 他們這個籃球隊 可以在那邊免費使用 當成公益 因為未來我們要發包給廠商嘛 非常感謝局長在這方面的協助 但是 除了他的籃球隊以外 五峰國中因為沒有自己的體育館 那是不是其他的一些 體育的活動 就是未來要用到室內場館的部分 還有比如說五峰國中的這個畢業典禮 如果要使用到馬公公園體育館場館的部分 是不是也可以比照辦理 或者是區公所這個部分的收費的部分 如果說不能免費使用 或者是用更便宜的租金 讓五峰國中來使用的話 是不是我們這邊也可以編列一些預算 讓這個五峰國中 未來再申請場館的部分 當作一個補償的一個 就是讓他們可以用更合理的價格 來維護學生活動或運動的權益 這部分再麻煩局長幫我們研擬一下 謝謝你 我們再帶回去研究 看怎麼樣協助 局長 議員好 我要問那個 你知道在中和 錦和運動公園 它是四大運的國際標準規格 你知道嗎 我不瞭解 那本行是這樣給你建議的 是 錦和運動公園 它剛新建去年十月 才啟用了一個 花了一千五百萬 新建的一個P5跑道 是 非常的新 那此外呢 它不僅是整個草皮 它本來是要做足球場的 它在四大運期間 它換成人工草皮 那它的夜間的照明設備 也是相當的完善 那現在是這樣子 我想民政局長過去也是區長 巧富難為五米之催啦 夜間照明 也沒有相關的費用 補足編列 讓夜間想要運動的民眾 想要在那麼好的P5跑道上面跑步 夜間無法照明 這要列入檢討 第二個部分是 草皮 人工草皮 它要非常龐大的管理維護費 特別是 它不像過去的自然草皮 人工草皮 它需要非常相當的經費 我想有關這兩點 一定要列入相關的 這個經費的編列 這個檢討大概要多久 有關經費編列 請你用最快速度好不好 我們再跟議員報告 是 我們回去查 那另外 景和運動公園 因為有編列那個 前瞻的預算在裡面 未來景和運動公園 它會屁建地下停車場 那我剛剛有說到啦 一千五百萬新建的 那麼好的P5跑道 還有那麼昂貴的 國際級的人工草皮 足球場 我希望不要被破壞啊 局長 這個是不是可以具體承諾 在工法上面 在未來如果要新建地下停車場 這是可以紓緩 整個區域的停車問題 沒有錯啊 但是它那邊 不僅現在有特色公園 它也有標準國際級的國際跑道 它也有非常高標準的 國民運動中心 這個未來新建地下停車場 我想非常幸運的國際設施 必須要好好的保護啊 局長 相關的這些意見 麻煩列入你的相關的備考好不好 謝謝 謝謝 謝謝各位同仁 各位等等 集中招隊議員 好嗎 來 張 我補充一下 我補充一下 志豪議員剛剛講的 因為景和運動公園 它現在有在上面做一個叫做 魔鬥山丘給小朋友玩的啦 那其實它是剷除掉一些以前老人家 健身的一些設施 那其實很多長輩都在反映說 欸為什麼現在公園都只顧小朋友而已 弄成一個魔鬥山丘小朋友在玩 老人家早上晚上下午其實都要運動 那這個呢 老人家的這個本來有做的健身設施 是不是可以請我們這個教育局這邊來演繹一下 看看可不可以把它裝在適當的地方 讓老人家可以有個空間來去做運動 好 謝謝 好 來 局長請回 好 謝謝 好 我們再修正那個通過 謝謝 來 請翻開第十四頁 08001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本年度預算數一千一百九十四萬五千元 翔八冊五十一頁至五十三頁請審議 審查意見照案通過 本路建加審查意見通過 08011 向新北市鷹歌陶瓷博物館 本年度預算數一百三十六萬九千元 翔八冊一百一十五頁至一百一十六頁請審議 審查意見照案通過 本路建加審查意見通過 08012 向新北市十三行博物館 本年度預算數八萬七千元 翔八冊一百四十五頁至一百四十六頁請審議 審查意見照案通過 本路建加審查意見通過 增加四十六萬八千元 預算案通過 來恩外景請 有關黃金博物館的這個創意餐飲的我們有 這個部分呢 因為我們在那個六月到十月份的話 我們主管會整修 所以會修館 所以在這個地方我們的那個 收入會比較少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就比較少列了一些 應該說不是少列了 應該說不是少列了 那時候我們編的是 兩百五十三萬 那我們之前的107年度是三百萬 那審查會增加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我們那個主管也會 六到十月會修館 所以修館的 因為修館有原因 所以我們入園的人數就會減少 所以這個食堂 他這個經營的部分就會暫停 那審查會是給你增加的 他給你增加 沒有 我們是減少的 然後他這邊是希望我們可以增加 好 我補充一下 如果我們五省的議員也可以幫忙一下 應該是因為那個時候礦工食堂 是不是因為他們跟前幾年度的預算 有一些些微的不一樣 所以那個時候審查會決定說 要把它恢復到比較多的這個稅入收入 所以才把它著增四十六萬八千元 對 因為我們 因為我們108年度 我們列的是253萬 然後之前的是 之前好像是希望我們可以提升到三百萬這樣子 但是 我們那個 那個 找一人補充 好了 好了 我們這裡 我們通過 來 好啦 好啦 請回來 請回來 繼續 我從事 10801四項 新北市市立圖書館 本年度預算數三百四十四萬兩千元 想八冊兩百零八葉制兩百一十葉 請審議 審查意見照案通過 108015向新北市淡水谷基博物馆 本年度预算数322万9千元 想8册242页至243页 请审议 审查意见照案通过 不见照审查意见通过 请翻开第15页 22001向新北市政府客家事务局 本年度预算数57万2千元 想22册31页请审议 审查意见照案通过 不见照审查意见通过 谢谢张记人 谢谢 来高明威高张记人请 请翻开第14页 09001向新北市政府农业局 本年度预算数269万9千元 想9册41页 请审议 审查意见照案通过 我们蔡景贤议员保留发言权 我爹要 我爹要 我爹叫审查意见通过 09011向新北市动物保护防疫处 本年度预算数6万元 想9册91页请审议 审查意见照案通过 同样是蔡议员警贤保留发言权 如意见照审查意见通过 09012向新北市律美化环境景观处 本年度预算数270万元 想9册126页请审议 审查意见照案通过 同样是蔡议员警贤保留发言权 还是他没有动 如意见照审查意见通过 09013向新北市渔业及渔港事业管理处 本年度预算数1174万5千元 想9册156页至160页请审议 审查意见照案通过 蔡议员警贤保留发言权 好 委员 请说明一下财产知习主要的来源好不好 跟大会报告 在这个渔业处的部分 它主要的是两个部分 一个是在渔港的一些设施 在渔业设施的方面 他们的大家所承出的权力金的部分 另外一个就是关于一些设计 就是这是一些建筑物设施的部分 另外一点还有比较少 有一个很小的部分 是例如说在淡水 有设一些望远镜的这种 这个权力金的部分 主要是这两个部分 跟大会报告 好 谢谢 谢谢 来 好 细目 了解 不然我们的渔港 这么大 做得更小 好 请都会提供 OK 谢谢 谢谢 赞案通过 谢谢 1001项新北市政府经济发展局 本年度预算数8224万8千元 详实测48页至55页 请审议 审查一件 赞案通过 我们参议员警察保留发言权 经常门第49 至54页5节租金收入 李议员欠平也保留发言权 我忘记我为什么保留了 可不可以说明一下 真的 忘记了 我很诚实 再说明一下 我忘记我忘记了 说明一下好了 换记一下 我的 换记一下 OK 一座 还有登大会报告 主要 是 怎么样 我说明的话 我跟各位同龙报告 我在上个会期 本人是第三审查会 所以谢谢各位对我的 我们民进党团对我这么的支持 让我担任第四审查会的召集人 所以过去的一切我完全没有在我掌握之中 所以我跟大会抱歉 就只能这样子 可以吗 好啦好啦 那你 我上个三审 我不知道 我们再招一人说 不一路 好吗 我们那个 来 保守卫来 在这里头 那个局长麻烦你看一下 49月的部分 你这个关西道土城的部分 他有陈林段 也有这个原人段 那么你们这里呢 都要做什么 委托改良利用 这是委托什么 怎么改良 因为都在投资的两地 新增也两地 尤其是 我们这个台北产业园区里面 以前你们制定了一个办法 不是自治条例 好像从来都没有使用过 在50月的部分 新北产业园区的部分 包括他的立体停车场 还有多功能会馆 这些到底目前呢 需不需要调整 我不知道局长 你有没有进入到这样的状况了 是 跟一桌报告 我们这个 所谓的财产知习 主要分成两个部分 权力金 权力金就是刚刚 一桌所提到的 有关于我们新北产业园区的一个土城立体停车场跟多功能的会馆 至于刚刚一桌特别有关切在土城的部分 第二部分 其实就是在财产知习的第二个部分 是所谓的租金收入 对 租金嘛 是 那租金收入的 你们不是租金的问题 你们是说 你们这几地都委托给人家要做这个什么呢 土地改良 改良利用 我们不知道是 这个土地怎么的改良 怎么的利用 因为这里看不出来 是 跟一桌报告 主要我们在这个部分有包括树林产业专用区 跟土城区的园人段 还有这个陈林段的公有土地的招商 还有国际创新园区的招商 还有AO的招商 他们都是这个所谓设定地上权或者是BOT的案子 转给谁目前做什么 目前做什么 谁标去 这个部分 我不是在这市场所以我不知道 那是不是在会后的部分 我会整理一个比较详细的完整的资料 给一座参考 因为主要树林产业专用区 跟土城的这个陈林段 园人段的部分 目前都已经在使用中 那国际创新园区跟新装AU的捷运商城 陆续会在今年底跟明年底会完工 你新来的 召集人也新来的 所以问不下去了 不是啦 所以就 不会上这十位议员 我说我问不下去了 我现在只是要求议长才是说 请局长把刚刚我们所有列为疑问的部分 请你给我一些书面的 让我们多认识一下 是 我们应该做的 好 谢谢 好 谢谢 对不起那个我差一句话 让我在这里跟书会议员讲 不是我新来的 是刚刚那个保留发源泉的部分我不知道 但是这个产业园区应该是有一定的标准 所以我想说会后 那个谁 局长你应该把正确的资料 一瓶桌子提供给我们在场 起码我们山英地区的议员都要知道 还有我们书会议员 大姐你知道吗 书会议员 我不是状况外 我来这里坐20万年 我来很见识 你不说状况外 你听话吗 本会全部都假 我想问一下局长 因为这个议算 这个税入有包括我们新北市公有的这个房色 可能是有关于我们就是局里面主管的这个 是 这个你有了解吗 就是租给太阳能发电系统的一个主约 我们这个一般是租给什么样的一个对象 这边跟这个一座报告 主要是市管的暗场 就是有一些公共建物的部分 我当然知道 因为这个说明有这样写 只是说我们现在大概 因为太阳能的一个就是力能的一个推动 也是奖励的 我是知道 只是说我们一般来讲 像我们的 第一个就是像这个 因为进化级的目前这个是属于哪一类的 蔡奇亚还是什么 公有市场或是哪一类 现在出租的大部分是哪一类的 这个部分应该是比方说在我们的一些公有建物的上面 那市场的部分它会另外编在我们市场的一些财产值息的收入 公有厅设是办公室 这个公有建物的部分 好那这个是一个部分 然后另外一个部分是那个 就是我们一般就是对象是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单位 来出租这个 来租 租 然后再布置 它是 主要我们是针对太阳能光电的业者 他去做一个 整体的一个规划设计以后 而且设置这个太阳能面板 然后跟台电之间有这个收电的收入 一些详细的资料再给我一下 好 是 好 那请那个议长也 主席帮我们采释一下 提供给我们采释一下 好 好谢谢 好 处理 谢谢议长 那个局长 是 这几笔租金 呃 成租的期间几乎都不太一定 有十年五年六年 那本席也想知道一下 你们依据这样子的一个合约程序期间 是如何订定的 他的时间 陈租的时间几乎都不一定 是为什么 您知道吗 呃 这边跟一座报告 主要其实可能是在 他当初厂商提出需求的时候 会有差异性 这是一个 第二个 不同的租期也跟不同的租任标的 对于金发局的营运管理的弹性 是有关的 对于金发局的营运弹性是有关的 局长您讲这句话本席听不到 呃 基本上我们在出租任何新北市的一个 土地 是 他的存续期间 契约的合约期间 会没有一致性吗 哦 这个就是跟议员报告 因为个别的租任标定的特性跟厂商的需求 那这个地方会有不同的一个处理 那有些厂商也许他是比较短期的使用 那有一些 有一些假设他有一些改良的部分 那局长这几笔租金 我们有每年调整 还是存去一定时间之后 我们会回着 随着合约的这样子定定精神 有调整 有吗 这你清楚吗 呃 这个部分我再确认一般的一般的处理的部分会按照物调指数来做调整 那每本的契约我想我们回去会重新review过一遍 那可不可以请局长 呃 因为这样子的资料其实还蛮多的 是 您可不可以具体针对 我们现行辖下 我们金发局现在所承租的一个单位 哦 你们依序来列 然后他们的存去期间是多久 然后租金是多少 是不是会随着 呃 合约的期间有所弹性调整之类的 这个本期想要一份完整的资料 谢谢 谢谢 所以这个问题我们所有的那个董人所有的议员都会 哦 好谢谢 来谢谢 来 好来这边来一下 好 那个议长我大概问一下我们局长可能你也是要回去了解一下 关于性别产业园区有一块的精灌 精灌那因为那个之前我们师傅跟他BOT的时候他有一些回馈 那回馈给当地的理事叫福星理 那之前是已经应该是已经点交给公所 公所又给那个那个锂去使用 那现在因为 哎呃因为旧位没条新的理事有条 啊现在新的理事都说都跟他没点交 所以他也不知道说哪些部分可以使用 哪些部分不可以使用 那是不是请我们经发局则那个新庄公所 因为我们新庄的那个区庁也他又走了 所以一问三不知拜托你那个局长你就请那个新庄区公所是不是找那个相关单位去跟当地福星里的里长去跟他们确认一下到底他们能够使用范围到哪里 然后他哪一个部分他可以去使用 谢谢一座不好意思这样的问题没有处理的很圆满 我们会经发局会在下个礼拜召开正式的会议把这个回馈金的用途之前的承诺还有包括依照回馈金的规定的办法里面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使用用途重新再做一个整理 当然也会邀请新庄区公所跟里长区公所跟里长对对对 好 谢谢 好 好 好 王爷爷你再请 我会认为他觉得局长在这个第52页的部分我看到一个很就有点意外的地方就是说这个第三点这个出租的部分三重区新德段466低号他总共是322.35平 那可是我如果把他这个算这个年租金的这个收入算下来每平每个月头地每平每个月租金是51元 我觉得这个好像明显低于非常的明显低于这个市场的行情跟土地的价值 那是不是可以请我们局长这边提供我们这个106年105年7月1号到108年6月30号他的这个租约让大家让本席可以了解谢谢 好 他刚刚我叫他说全部都给我们的议员 说明啊 是 是 这个住金为什么那么便宜啊 对 我们王位爷爷不是讲51块吗 有可能吗 嗯 这个可能我们再回去再确认一下到底他有没有什么样的特殊背景 对你也不知道 怎么会这样子呢 局长 行政是延续议算也是延续的 是 虚心接受益座的指教我会把回去把所有的 因为我们在省一顺里面包括哪些科目什么都是在要审查的你竟然讲你不知道 因为在这个地价的部分其实可能在各区的部分 你都要知道啊 怎么可以说我都不知道那你来准备什么 那你来准备什么 那大家等一下问一问都说我再给你们资料就好 我是新来的我不知道 可以这样子吗 好不好 每个局数都要一样 公报低价的50% 那是哪个单位在使用你知道吗 你也不知道啊 为什么是那样 因为那块地是本席去要回来的 在台北县政府的时候 根本不知道财政局根本不知道那块土地是财政局的 后来是我们是为了争取那个二重消防队 才把整条的整块土地要回来 那我以前都用漸去的你知道吗 对吗 要是本身去政策立东消防队 去里面再整条土地都清出来 不知道那条土地 你都不知道你都不知道那个在做什么要做什么用 新来的局长也要针对里面的预算 你竟然要来省预算了 你把里面的科目到底是什么样应该说了解一下 这样才不会议员在问你 你不能只用说我是新来的 我再了解一下 大家都在了解你 你讲这句话全部就不用问了 全部都说这句话都脱下了 对不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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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顺材都说 我们刚才我们一些议员当年要求的 你要马上处理好 谢谢 来继续 一零零零零一项 新北市政府经济发展局 本年度预算数七千七百一十四万元 详实册五十五页至 详实册一百二十页至一百二十二页 123页吧 123页吧 到123啊 市场吧 审查意见 这个吗 审查意见照案通过 参议员警嫌保留发言权 如意见 照审查意见通过 请翻开第十五页 请翻开第十五页 交通局 交通局吧 交通局吧 这边 两笔啊 好 还在一起 交通局 交通局 要念 要不要 要不要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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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七零零一项 新北市政府交通局 本年度预算数三百九十一万六千元 想要十七册四十六页至四十八页 请审议 审查意见照案通过 如意见照审查意见通过 2100一项 新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 本年度预算数四千七百零七万两千元 想要二十一册三十七页至四十页 请审议 审查意见照案通过 请审议 请审议 观光旅 观光旅 请 哪里多少 五五群集 就这三个 这两个 这两个吧 各位议员报告 这边的财产自习部分 主要是针对我们一些风景区的一些 游客货中心的 所谓的权利金的收入部分 它是列为财产自习这一部分 那个权利金 是 你们各个风景区总是有比较热门 有比较冷门的 对 那你们那个收费的那个标准大概是怎么样 那今年有没有调账或调降 或者你们有没有相关的机制可不可以说明一下 好 根源报告 基本上这个权利金是根据跟不同的委外厂商 在签订七月的时候有包括权利金的比例收回部分 以及年限 所以年限是不太一样的 那权利金的收回部分大概都以一半 原则上以百分之五十为标准 你们这个去年列多少 去年我要看一下 年金节 我稍后提供给议员 因为我手边只有今年的 去年列多少 那么重要四千多万的知识你应该知道啊 你不要跟我说你新上任的啊 没有没有我手边有 可是我要看一下 我没有带过来 对对对 议员我说真的 连国民党议员嘛 我这种感觉 我们是来都问假的 大家都不知道 一问三不知 议员知道都比行政官员还要多 好啊 好啊 那是这一期是怎么办 每个上来都说我不知道 我知道 但是我手边没有带过来 我会后再补书面 大家回去睡好啊 都补书面就好啦 我问这个不是很困难的问题耶 不是 我手边没有带过来 这个那么大象 金额那么庞大 总之跟去年比较 那我总要知道去年的 才知道说你今年编多少 有没有调帐有没有调降 那幅度合不合理 不然我们省预算 我们要拿什么资料来省 你连这个最基本的都没有 你今天跟我讲说你 欸 商局长 你还不是 你还不算是这个旧的耶 我有带在手边带 你还不算是新的你知道吗 上年度也是一样 我看 明天再补书面资料给我 你们如果每个局长上来都是这样 我看市府可以先歇业一个月 等到你们全部暖身上手之后 再来议会好了 我看真的太丢脸 不这样 上年度也是一样 跟上年度一样 跟上年度一样 回去啦 明天再补书 好啦 市长请回啦 你滑的你跟讲讲话 好啦 你这是 够的保留 要跪还是要问 跪了 好 谢谢 好 相反同意 好 谢谢 你跪了 審查意见招案通过 再他念一遍 送一下 继续你的捷運局 本年度预算数 一千两百三十一万六千元 想二十三册二十八页至二十九页 请审议 審查意见招案通过 局长请 局长请 自己到底是哪些项目 你是新来的 不能讲说 移工资料 他是舊的 他升上来的 浮证 我关于浮证 不证 歪的也是一样 董海胡振 是 董海议员 这个财产之息 大概主要有两笔 一笔是 本局在这个 办公大法在重庸大楼的 停车场的 营运钱利金 大概有六十七万三千元 那第二笔是 租金的收入主要是 我们在淡海 清轨的这个组合屋 就是施工厂商租用 那个是有非公用土地的部分 依照当期申报地价 年租金百分之五来估算 大概五千 五百五十万元 那另外在凤鸣段的土地 主要是我们 豫住厂使用的 非公用不动产的土地 这个一样就是 照年租金百分之五来租用 大概六百一十四万三千元 总共一千一百六十四万三千元 整个加起来 总共的金额是 刚刚就是省议的金额 以上 市长 清轨不是已经起用了吗 是啊 绿山县 是绿山县而已 还有南海县三个站还在施工 所以它的组合屋 还需要 因为我们南海县还有三个站还没完成 那你要去议计这个是多少公期 这个意思我会延续多久 这个到今年年底会完工 所以它的这些的收入 到今年年底就 明年就不会有这笔收入了 我是说组合屋 就是工地在使用的组合屋 不是工地 是一个文高文小的用地 目前并没有在使用当中 我们当作这个 那文中文小的土地 应该置息不是列在教育局吗 这管理机关在本局 所以是编住在这边 蛤 学校用地的管理机关是捷印局 副市长 没有啦 这个只是管理而已啦 将来会移还给这个 没有没有没有这个奇怪耶 昨天你明年不是讲吗 那个环保局的 他没有在使用 他知情都列在环保局了 现在 现在文中小的管理机关 会是在捷印局 谁能说明 目前是没有学校啦 那目前就是 可是没有学校 可是没有学校是 因为少子化的关系 还没有设下的需求 对不对 所以这个应该 管理机关是教育局才对啊 怎么会是在你捷印局 议算怎么会编在你捷印局呢 奇怪啊 那 那环保局的那个知情 议算应该也编在社会局也没关系啊 对不对 怎么会这样子呢 管理机关都一样 市府都一体 编在我这里 编在教育局都一样 你讲这样就不对了啊 都是市府的收入啦 这样子喔 你认为是这样子吗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建议财政局把他归给一个就好 管理机关随便给就好 财政局请散发来 主席 好 局长你等一下 我感觉这个机关 是怎么学校的佣队 管理机关是财政局呢 财政局 呃 跟 跟议员报告 一般来说的话 我们是以这个 一个是 当初啊 这个如果这个地呢 是以 它的用途 当然刚刚 议员有提到说 这个是文中用地 但是因为欠债还没有设 那我们原则上就是以使用机关 那这块地呢 目前是捷印局有去借用来使用 所以 这个部分呢 暂时就是由捷印局来 所以他应该是回答应该是在 他回答应该是说 目前是播给他的 对 不是讲说新北市政府 随便哪一样 是倒水库的理论 通通 谁都可以 怎么是这样子的呢 那就是乱去 你可能误会了我的讲法啦 这个刚刚就是跟财政局就好 我会误会 我刚刚讲没有讲清楚 是 我哪里有误会 我没有误会啊 你说钱都尽嗜苦 绝对没有错 那预算你就不应该编定在你那个审查会啊 全部编到财政局就好了啊 使用机关 因为你的知习的钱会回到哪里 还是财政局啊 那基本是因为我财出学钱 所以不太了解嘛 对吗 那学校的佣队是怎么在捷運局嘛 问题是这样而已啊 你跟我回答是文教用地 那你应该是占用 是不是 会有这种关系吗 是这样子的吗 学校用地不怪教育局管 而怪于捷運局管 奇怪 好 议员道歉 我刚刚讲的不够清楚 很抱歉 不够清楚 你讲的通通一样啊 谁管理机关通通一样 钱到哪里通通一样 你刚才不是这样讲吗 是不是这样子讲 还是我误会你 来 议长 你把那个带子 抱歉啦 抱歉 议员我刚刚讲错了 抱歉 我要问清楚嘛 因为我财出学钱我不懂嘛 對不對 家育局的土地会竟然在捷運局管 那消防局以后管的 就丟给警察局就好 警察局去借用啊 是这样子的吗 那我问你嘛 那些组合物到什么时候 结束啊 算是明年没有这一条的嘛 目前是我们同意他到108年底嘛 那看这个施工状况 他会不会在租业市 要看他的工程完成的 没有嘛 对不对 看我们学校的用地的部分 还没有使用 有使用我们就马上终止这个企业 这个这个副市长要 今天副市长在这边而已 你可能要整体盘算一下 教育局的 学校的文中用地 会竟然跑到捷運局做管理机关 他的地幕是这样写的吗 他所有藤本是这样 学校的钱状是这样写的吗 没有我先把问题问完 好不好 地震局 可以这样子吗 他什么意思 土地你管的啊 他变在这块土地 百分之一百是地震重化出来的土地嘛 才会 才会是设新的文中小嘛 私有的地 私有的地 私有的地是财政局 是啊 他董事从我以前 他怎么没变到 九岸区去做管理 我怎么会有捷運期 我没问题 还要问什么 来咧 我们政议员要补充一点 保障 这 没有啦 他说有问题 我请教一下局长 那两笔土地租金是 谁成租的 都是施工统包商成租的 所以说他跟我们的新北捷 还有我们捷運局的公务所 还有这个统包的这个统包商 我记得是中信嘛 中信工程 他们三个是在一个摸字型的组合屋里面 所以说他们租的部分 是厂商中信他们有付土地租金 对 所以这个土地租金 在以前这个是文小用地嘛 对对 文小用地 那我知道文小用地 那个时候还没有设效需求的时候 是由捷運局 你们这边去借来 然后去做我们捷運轻轨的这个公务所嘛 是 对那现在捷運局未来要退场之后 我记得很多议员应该都有听到说 我们新市政要设立另外一个小学 叫做淡海小学 那就是在现在这块用地 要来做淡海小学的设效 我们设效的校长都出来啦 所以说你们应该会要还给教育局啦 是是 我们依照教育局想要使用的时候 我们随时都可以终止区业还给他 没有随时啦 你们有听一个时程啦 会提前 这个很习惯的问题 你应该是暂用嘛 对不对 暂时使用的暂喔 不是暂 暂时使用 对暂时使用 那管理机关应该也是在教育局 因为他的地幕是学校用地啊 不是这个样子吗 没有就要配个地幕用地 没有啦 不是啦 这是叫去港来的嘛 不是 检议局他也莫名其妙 因为 他稍微便捏你检议啊 我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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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直接列入你的知识嘛 你给我的预算是 是你们直接知识在你的 在你的 在你的检议局里面嘛 在这个检议局的单位预算里面 是啊 是啊 可以这样子吗 局长 包裕啊 这个是这样啊 就是刚刚有提过 这个是学校用地没有错 但是因为 管理机关是谁 原来的管理机关是教育局 但是因为他 捷運局为了施工的需要 借用嘛 借用 那借用 那管理机关还在教育局嘛 是这样子 是这样子 因为是捷運局有需要 这一块 要借给他 所以你这笔知识 应该也在教育局嘛 因为 他是向教育局管理机关 借用嘛 对 捷運局跟 跟 跟教育局借用嘛 是不是 但是因为他 厂商跟他是跟他借 那你拿公文给我看 你们 你们捷運局有跟 跟教育局借用吗 有 是口头讲的吗 有公文吗 有 有公文 好 那 局长我再问你 可能 这个预算是应该在捷運局 还是在管理机关 因为租约是应该是捷運局 跟厂商签约的 怎么可以跟他签约 明明这个管理机关是教育局 怎么可以捷運局跟他签约 他就是 行工跟教育局借这块土地 那再由他跟厂商签租约 所以这个租约是捷運局跟厂商签的租约 那当然 预算上就编在捷運局 所以任何一个局势都可以去借 然后借用以後 他的所有的收入就可以在任何的局势吗 那因为是现在教育局这个学校还没有要设 那暂时是建他 为了施工的需要 目前还没有设效需求嘛 对对对对 那如果是照你这个逻辑 那任何的 局处是都可以向教育局借 借来知情就借到那边 那你如果较没钱的大家都去教育局借后来 那那个还是要看需求 教育局他本身会依照这个设效的旗程 那他有 他这个机关也需要 那没有关系 那没有关系 我再问一个问题 那全局跟教育局借佔用 借用嘛 对不对 是谁同意的 教育局同意还是市长决行 是谁要催行的 那报市府啊 是谁 市府 市府 市府嘛 所以我刚才叫 叫副市長 你才说哪有不对 对不对 因为是 因为是市政府同意 才有叫他哪个同意 是不是 但是我会觉得逻辑还是不对 这个是怎么 好不好 我觉得这个不对 但是我还是觉得说 所有的局处长在说的时候 要注意一点 不是我要聚餐 是因为你们说的 我感觉我这个 不同意 那你才这样 什么 那钱都要把你那些去 都要是市政府的 这样就 试一个局長 哪有试一个局長 来 我刚这个 听蔡委員讲 我觉得这真的问题很大 这蔡委員真的是 对地方的了解很 你 跟这个交易局这一块地 不是工程上的需要 是你拿来做人 对不对 不是 是工程上需要 上面有工程吗 对 不是就是工程需要 他设组合物 来推动这个工程所需 是嘛 如果没有 你是不是 这个地方是不是来做人 还是有工程在上面 没有工程在上面 是嘛 对 好啊我知道 班公室 那你 你检与 跟教教教这一块来做人 你是做得比较好多吗 没有 这个地方 除了组合物以外 之前还做预注厂的用地 因为施工用地有限 那提供这个施工用地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已经 前个年度已经 结束了这个契约 只剩下 比较小块的 那你现在是不是只剩下租 给这个公司施工所需要 对不对 对 用你检与的名义租 是租的价钱比较好是不是 没有依照这个 这个统一的标准嘛 对 国有非公有不断来租 那财政品为什么不能收回来自己管 所有的土地 你通过管理有什么不行 你就会 哦 这个捷運公司 就会 踏过捷運旅去借地来 去跟捷運旅签客 有什么 有什么 包委員 因为有时候工程的需要 他可能在邻近地区设预注厂 或者设一些办公场所 我会比较方便事工 好啦 同样嘛 同样嘛 我知道 我不是说 我不是说 你不能租给他做这些事情 而是说 为什么 这个机关的用地的所有人 是交易局 交易局 就算他不会管理的话 你财政局总会管理吧 对吧 整个 市政局总会 你是对这个 专属的机关 你是专属的机关 啊 找去 啊 前面公司去找 啊 以后 有什么管理公司 啊 又去 又去 相当一堆来找管理公司 哈 要这么复杂干什么 要这么复杂干什么 你收尾标准不是统一的吗 是没有错啦 呃 因为有时候这个地 要看虚地啦 就是说 因为检业局 推动这个工程需要 那我们是 是吗 检业局的工程需要 是不是新北市政府的 的 的建设 你不 你财政局不知道 不知道 新北市政府的重大建设 他有需要你 就是 我的意思是说 你为什么 新北市这些 所有的 闲置的土地 暂时没有利用计划 没有开放计划土地 你为什么不能通计管理 我重点在这 我去跟人家借来 租给别人 然后我会有收入 像这样好的事情 对吧 跟议员报告 你也不是二房东喔 我跟你讲 你也不是二房东 而且你是免费 跟人家借的土地 来借用嘛 我们讲逻辑 我知道你工程你在用 这个我们都非常清楚 报言就是为了预住厂 跟组合屋 然后 希望离工区近一点 然后发 这个我们都知道 咬到有这一块 呃 公有 非公用的不动产 就是这个学校用地 那因为闲置没有使用 那我们就商量说 交易局这边可以的话 这个我们都知道 那也使用 也完成了 那当海轻轨的预注量场 的设置 也把量通通做好 好 再三年内完成 也完成了 ok 这部分没有再继续除了 好 你说明得很好 我们讲的问题不是这个啊 你这样逻辑是对的吗 我来找一个土地来 租人收你一下 这个 这个 这样对吗 你想想看 我去 我只是照规定编的啦 不是 照规定 我当然知道你照规定编 我怎么可以去跟人家 借用一笔土地来 然后租给别人收入算我的 那你这样子吗 我时间在够 我说 土地呢 是有非公共财产的主管计划是谁 是财政局呢 你财政局是整个人在睡的喔 不是做租的 不是做租的 是租来租人 租来租人 真是我的 我来你 他现在要包装一下 包装一下 你租了之后 入我们这个 据运局的口袋 你们用在据运局 用在哪个地方 就透列到 看 脚裤 脚裤 脚裤嘛 所以其实还是你财政局在管嘛 所以就是说 这个逻辑很奇怪喔 这个 刚刚陈明堂议员说的有道理喔 你就教育局的土地 然后租了之后呢 也是入我们的裤 不是说你财政局应该管嘛 那你财政局干嘛 要给我们捷运局这个 做这个 你要肩膀吧 自己承担吧 以上 来 非公共财产管理科 所以我认为这样是 不是 那一文章 那些总统人要包装 不然时间 你就知道 机长 因为我有要求说 要把那个私有财产的一个自治条例送来 我觉得这个也要把它写进去 那基本上 我听起来议言 我的意见也是这样 如果说 就算是编定为 从话区编定为学校 但是还没有建校之前 还是事务在管啦 就是财政局来管 那如果说我们捷运局要使用 如果是我们自己公务使用 我们自己待会使用 那当然五厂或是怎么样 借给他OK 但他借完 使用目的 结束了 有其他厂商 要来借 其实透过捷运局来借都可以啊 但是应该是跟 我们财政局来签约啦 这样会单纯一点点 那当然我们也是会配合这个政策去推动 会借给他 我的意思是 还没有真正拨用之前啊 尽量还是回归到我们 有这个专业 在统合整个事务财产的 财政局 这样应该会 我们的财产实用状况会比较清楚 不然接下来这一集就会了 我先 那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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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两个娘解释一下 好 这签法各位把财政局 主持规程来 把非共同财产管理 非共同财产管理 那些口被毁掉了 好不好 我来 现在先休息 先给大家解释一下 休息 各位董人 那个 那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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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 都没有 那位 請 這樣我覺得齁 這樣這個事情齁 看起來這個財政局對於 這個 我們的室有土地的管理不是很積極 那這只是剛好問到這一件這個局 是不是啊 請副市長齁 回去轉答一下齁 這個該管的副市長是誰 我是不知道啦 現在新的我也 是不是應該把所有的財政局去主政 然後把所有局的有沒有類似這種情形 在黑白鋼管土地 都通通把它收回來統一機關來 來這個先清查 然後收統一由財政局以後來做 除非是真正他需要用到的 我所有的用到不是 真的是自己有在用 除了我幫你拿土地 我去做人 蛤 沒有啦 我現在要做這樣的管理 請主席財政 白鋼要包裝一下 好 然後 是不是也請那個 大會折成法規會 是不是重新檢討一下財政局的組織規程 看有沒有問題 好不好 阿佩魯先 我跟 謝謝議長 這個關於 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 從上個 上一屆討論到這一屆 我經常說 這個市有財產 我們新北市政府一直還沒有訂定 相關的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 然後你們上個會期送來的 齁就是非常的草率 那我希望說財政局應該針對全國各直轄市 還有甚至很多非直轄市 他們對於市有財產管理呢 是有一個非常嚴謹的態度 包括市有財產的不動產 動產有價證券還有各項的地上權 都應該有效的來管理 因為這是市民的財產 那針對公用財產跟非公用呢 還有相關的市業財產 也應該要有效的 怎麼樣去 他的出租辦法 他的管理辦法 訂定好 趕快來送議會來審查 不然你將來 這個新北市政府這些家大業大 這麼多的市有財產 怎麼管理 沒有一個管理條例 那大家怎麼去依循 所以本期希望說 管理條例通過之後 回歸財政局來管轄 所以也在這裡再次的督促 當然財政局長是新上任的 希望財政局長可以積極一點 把你們家的財產管理好 好不好 以上謝謝 這個可見 從剛剛我們參議員所提示這個問題 表示我們各局處便宜行事 其實各局處 要商界的不動產或公共造產 一定有管理辦法 既本習所知道 我相信 如果要借以上這種情況 一定會有一個五年不開閉的證明吧 假設啦 假設 假設 如果是有議會動人 要求這個效用地 要來增添某某什麼設備 那怎麼辦 那就是 別的局處或者是教育局 本身 有要營用什麼東西的話 那怎麼辦 所以 你們要用一個很嚴謹的態度 標記 我相信啦 我相信 協議局 絕對沒有跟教育局 有辦理協調或公文的來往 所以這就是 協議局是 我老實說 如果一般的民間 要商界公共用地 有辦法這樣是嗎 我想 是不是請 教育局跟捷運局 把他們的協調內容 或者是商界的協議書 公文的往返 提告一份給我美會好不好 議長 拜託財政好嗎 看到底有沒有啦 如果有想要有送來 尤其我們創議員跟我們議會同理 都送去 好 議長 有了我 我掌握 叫他五個送那個 知識條例 那三萬五個叫他送 那掌握 財產這個 出售或出租的管理辦法 還沒有送到議會來審立 但是現在所有的案子都卡在這邊 因為我們 我想 以前的財政局所有的辦法 還是依照原來就有的辦法 新的辦法還沒有出來 是依照什麼辦法 他說新的辦法還沒有出來嘛 條例還沒有出來嘛對不對 對 對 我們現在是要依照 市政府送來意見給我們的東西 我們議員有同仁表達說 一定要等到這個通過以後 那這個搖搖無期什麼時候通過 所有的案子都卡在我們議會審理 這合理嗎 這個合理嗎 那任局長可以就說明嗎 沒有啦 我們現在是用我們 知識條例 我們 你知識條例還沒有出來進行呢 現在所有的案子應該依照什麼 知識規則 是以前的嗎 還是 對啊 那你現在案子都不審 我們都說 要等到他 那老百姓的權益在哪裡 來 局長講一下 來 回答一下 包議員 目前是有這個 知識管理規則 但是因為規則的位階 跟條例有不大一樣 那你條例都不送來啊 那有 上會舉有送 但是因為 這議員沒通過嘛 對啊 那因為戒舉不連續 那 昨天中宏忍議員 也有提出這樣問題 那我也 有承諾說 在今年 五月底以前 會把這個 知識管理 那我問你 那老百姓的權益問題 在哪裡 那在這個 管理條件還沒送過 我們暫時就用現行的 知識管理規則 是啊 可是我們議會不能提案說 沒有我們要等那個 新的條例出來 才可以依照新的條例 再來辦理 這個合理嗎 你市政府是在服務市民對不對 我們議會應該站在服務市民的立場 是不是這樣子 我們回答是不是這樣子 市政府的目的是在做什麼 當然是服務市民 會是在霸凌的嗎 會是在霸凌的嗎 不是嘛 所以我這計畫 會延續很多東西 所以希望你們市政府好好的服務市民 不要來霸凌市民 那我們也期許我們自己議會 也是要這樣子做 沒有選議員民意代表是要做什麼 就是要代表民意啦 不要在意見嘛 對不對 不對就要收錢嘛 我們不是無理取納 我們是對事不對的 好不好 好 做以上報告 謝謝 謝謝 民黨議員的說法 我剛剛講的那個 工作你幾天可以做得好 去清朝各局處 有沒有類似的情形 幾天可以做得好 給我兩個禮拜好不好 兩個禮拜 你以為我像蔡民黨議員總統好講話 兩個禮拜你這樣子電話問一問 現在在場每個局處所長都有聽到 回去查要兩個禮拜 副市長 副市長 這兩禮拜多禮嗎 這兩個禮拜 各局處現在馬上回去查 這樣要兩個禮拜 剛剛是羅文蟲拜託 他說這個又沒有人拜託 我是支持蔡民黨議員的 對啊 那個啦 好不好 你知道喔 就 今天禮拜三喔 五天啦 這麼多 已經超過幾天 五天 十天啦 好嗎 好 議長說 好 好 謝謝 謝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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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的議員啦 好 專報議員來幫您 好 照 照省再見通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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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三審 請翻開第十五頁 一四零一三項 新北市養護工程處 本年度預算數三百二十二萬六千元 詳十四冊一百五十頁至一百五十一頁 請審議 審查意見 照案通過 如今照審查意見通過 一四零一四項 新建工 新北市 新建工程處 本年度預算數四萬元 詳十四冊一百八十七頁 請審議 審查意見 照案通過 如今照審查意見通過 一六零零一項 新北市政府水利局 本年度預算數八百六十六萬兩千元 詳十六冊五十一頁至五十三頁 請審議 審查意見 照案通過 如今照審查意見通過 一六零一項 新北市高攤地管理處 本年度預算數八千三百四十三萬兩千元 詳十六冊一百二十四頁至一百二十八頁 請審議 審查意見 照案通過 如今照審查意見通過 二零零一項 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 本年度預算數四百四十五萬三千元 詳二十冊四十一頁至四十三頁 請審議 審查意見 照案通過 如意見 照審查意見通過 謝謝 謝謝 照審查意見通過 陳永吳 陳佳儀請 陳永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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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倫好嗎 好啦好啦 好啦 現在我們不要恢復 恢復啊 你如果要恢復 你如果要恢復不免 恢復董議 恢復董議 你恢復董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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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請 請翻開第十六頁 一二零零零一項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本年度預算數一百四十三萬六千元 詳十二冊六十一頁 請審議 審查意見 十二冊六十一頁 醫療作業基金 剩餘腳褲 一百四十三萬六千元 全數刪除 謝謝議員的關心 這個部分呢 是税入的部分 是我們衛生所 拿來買他們所需要的一些儀器 譬如說X光機 還有這個心電圖 那還有譬如說像超音波的小型島子 還有一對一的冷氣這一些 那這個部分呢 因為衛生所 他們不是只有醫療 他們也有公衛的一個比例 所以為了要支持他們 買這個機器 不需要全部用他們的醫療基金去支出 然後來減少他們的一個稅出 所以這個地方是稅入 那 那個是稅出 這是稅入 這個是稅入 所以我跟 不不不我跟議員 我跟議員解釋一下 這個整個的稅出的部分 事實上我們是 放在我們的稅出 是編了319萬 那這邊是他們分擔大概一半的比例 以前是 沒有沒有 這個是一直都是這樣子 我們不腳褲 我們在六省就不腳褲了 對 不是這個部分是 這個不是他們那個腳褲的部分 這個部分就是幫他們買醫療儀器 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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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員 如果稅出讓你過 稅出讓你過你就不買嗎 不是 那你怎麼又是這樣子 蔡明堂議員又聽到又很生氣 我告訴你 議員 議員我再解釋一下這個部分 因為他們這個部分 如果我們沒有 就是說因為本來衛生所 如果他要買一個X光機 因為他肩負了一個醫療的功用 所以他應該是 他應該是要用他自己的醫療基金 去買這個X光機 那他這個X光機所 這個每一年他就要提列一些折救的費用 就會讓他的這個所分的獎勵金變少 那如果說我們在這邊呢 在以往都是 因為這個是不是今年的 而且就是說 用他們的這個 稅入是他們放到我們這裡來50% 可是事實上我們是100%的 對不是這個跟腳褲不一樣 這醃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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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醃 你腳褲之後你們要抽多少才會給到衛生局 你確定會 他這邊編列在說明的部分有講到說 143萬6千元 這邊要作為衛生所購置儀器設備 主席處長 你這邊143萬6千都會給他嗎 這個部分完全用在衛生所 病院報告一下 你剛才講的那生意腳褲上只有100萬元 100萬元是作為衛生局他們的一些行政的一些事物是會用的 所以他事實上並不是腳褲 他只是把醫療作為這個基金裡頭 他先腳褲了再由你這邊分配嘛 對 然後給衛生機公務預算器 那你要給衛生局多少 蛤 他腳褲了143萬6千你要給衛生局多少 沒有 就100萬 他只有腳褲100萬 沒有啊 這邊寫43萬6千啊 齁 局長 處長 他那邊寫143萬6千為什麼只有100 對對對 143萬 對不起 我是四捨五路 143萬 假了 四捨五路 你是在抬假 對不起 對不起 我講錯了 你去公共市長現在終於是嗎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是我不對 好 所以 處長我想要請你再說明一下 他腳褲了143萬6千元 你給了衛生局多少錢去買醫療器材 143萬6千 就腳褲143萬給衛生局去做醫療器材的購置 就是那143萬 所以已經 保證了 你自己不會偷拿去用 沒有沒有沒有 這個是專款專用的 絕對沒有腳褲 你不要亂騙好不好 你媽在那黑白片 你歲數白的你告訴我 你歲數在哪裡 那你的歲數是用這筆錢之印嗎 亂講 你那特別是北預算裡面就已經編進去了 對 你還居然敢在這裡大聲講 你是用這個腳褲的 你已經到大水庫裡面去 你還知道你哪一滴水是下雨的 還是從石門水庫來的 謝謝 謝謝 我是你的 你亂講 不要騙人家小女生好不好 謝謝 謝謝議員指贈 我再跟議員報告一下 新台幣是不會分 新台幣上面是有紙鈔的號碼 那當然一千塊 就算紙鈔號碼不一樣 它也還是一千塊 是 我長大了 謝謝 謝謝議員指贈 我是不是 我在從 你這個歲數就可以 就不能用了嗎 不要騙我 處長你去解釋一下 為什麼有明明作業基金裡面 也可以購置醫療器材 為什麼要繞一大圈 繳到這個我們主機處的這個事庫裡面 然後再撥錢給衛生局 然後再做歲數的編列 為什麼要繞這麼一大圈 因為他們有一個 縮數保管的一個 一個運用的一個規定 是照這個規定來提撥給衛生局 處長處長 就我了解齁 因為醫療作業基金 它是一個營運的 它裡面有很多營運的單位 包括醫院包括衛生所 所以他們有自己的會計 那一般來說營利單位 做會計的時候 當期他要做損益 損益他買了100萬的醫療器材 他是不是要做攤體 當期的損益他要放在攤體裡面 那對於那一個衛生所來說 他就是有稅出 那如果這個稅出移到衛生局 他是不是稅入減稅出 他的剩餘數 他的一個衛生所賺的錢就會變多 賺的錢變多之後 他們就可以去分獎勵金 是這個意思嗎 所以說今天如果說留在衛生所 基金裡面 他就要去做損益表的攤體 對不對 他當年度損益表 他支出出去的錢裡面就會要攤體 比方說一個X王基100萬 他分10年攤體 那他是不是在某一個年度的損益表裡面 就有10萬塊的稅 就是有10萬塊的支出嗎 要減掉他 對 如果換成衛生局來付的話 是不是衛生局那筆10萬就沒了 他們的盈餘可能會比較多 他就在衛生局的公佈算就不用提折救了 對 不用提折救的原因是因為哪一個法規規定說 因為他是公佈算 公佈算的就不用提折救 那更一個報告一下 我再重遇一遍 就是醫療基金這個基金有收入有支出 後來就有剩餘 那剩餘裡頭他就提拨了143萬到衛生局的公佈算 給衛生局做一些他們的使用 就包括剛剛講的一些醫療設備 所以你繞了這麼一大圈 我們是為了幫衛生所省稅出的損益 來 議員的 是不是這個意思 是 就是專管專用 是的 我尊重議員的 我尊重其他議員的意見 好 來 陳司長看 謝謝 謝謝議員 謝謝 等一下 是 議員好 這個部分您明明是用腳褲的 我第一次看到說腳褲還有指定我腳褲之後的用途 第一個也不是收支對裂 你這個齁應該是怎樣 基金裡面你要支出 你應該是 繳到衛生局 然後從衛生局去支出 給各衛生所去購買醫療器材 是這樣子才對啊 怎麼腳褲 然後一個大水庫裡面才還指定用途 我第一次看到的 預算有這樣子編 這個錢都是這樣 腳褲就腳褲了啊 沒有沒有 這個一定會 沒有錯 他是繳了一百四 就是這個醫療作業接近腳褲 繳了一百四三萬 給衛生局這個公務預算 做他們的衛生局的一些公務使用 你是腳褲勒 不是繳給衛生局勒 你不是說從這邊 對 沒有錯 是腳褲 但是我們的四庫我們就專款專用 他繳了一百三只要給公務 那我們公務專款給衛生局 你這個作業基金你應該是 好 你去 你要從這邊 拿錢出來做其他的用途 你就指定好我補助 我給各衛生所 各地的衛生所去買醫療器材 是這樣子才對 然後我假褲之後 然後再來 這個腳褲還指定用途 然後再分配出來哪有這樣子 不好意思 這個我回答一下 這個部分是這樣 腳褲的確像議員講是大水庫 那只是說主席書這邊 他們在給額度的時候 會把這個考慮進來 那你們程序有問題啊 但是這個的確在預算書上 如果沒有寫 你基金的用途對不對 沒有寫週支對列的話 的確是這個問題 但是因為主席書他在給 給內部給額度的時候 會考慮 因為你收支盤 操管運用辦完裡面 給額度的時候會 用途就是醫療事業支出嘛 對不對 還有包括其他相關支出嘛 那你這邊還指定給那個衛生所購置設備 你不 你這個是不是科目弄錯的 怎麼用腳褲 不是腳褲吧 所以跟議員這邊報告一下 目前這個部分呢 確實是我們有各個單項 也就是說在基金上面 他們的 這不應該是腳褲啦 腳褲就腳到公務器了啦 沒錯啦 應該是從基金裡面撥到衛生局 或是直接撥到各衛生所才對嘛 對 怎麼會是腳褲呢 是 以往的編列是這樣 然後才一百多萬來腳褲 其實這一百四十多萬 我們就是相對編了三百一十九萬在歲出啦 就是這個機器等於我們出了 你是繳給誰的庫啦 你腳褲是繳給公庫耶 市庫耶 不是繳給你衛生局耶 這是指定用途 這個科目要怎麼改啊 你們要怎麼改啊 明明就科目弄做了啊 我是想說 因為我本身是六省 然後我跟那個國春 我們都是召集人 我們八年來 都在六省當召集人 我們每一次醫療基金 如果要繳庫 我們六省都不會同意 那麼我們當初都會要求局長保證 因為當時我們請林局長保證 保證的時候 因為他要回學校 他說他沒有辦法保證 如果可以保證這筆錢完全回來 問題是 那錢吃就不夠 市庫就欠錢欠了 要死人 還要拿 還給你顧這條 不可能啦 所以衛生所的那些東西 你照樣 他們沒差啦 我不相信 責家有什麼 他們對有什麼 影響 沒差啦 所以這個錢喔 我們好不簡單 賺這筆錢喔 放在自己用啦 他們的市庫沒有錢 找財政局 還拿土地去吃褲子 還吃借錢 不要怕沒有錢啦 差不了這一百多萬 所以喔 議員這個是不是可以支持他們一下 因為這個真的我們是支持這些衛生所的 我們也支持 所以 對對 沒有沒有我非常感謝啦 就是 這個部分 來的 中央人 中央人 會 局長 我覺得我們當公務人員 其實 相反比較單純的就好了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 他那個基金有基金的目的 他是一個專款專用 有一定的事業目的在處理 當然如果市府 想增加我們醫療的一個設備 用本益算在預注進去都更好 不要說專銷 還是為了說什麼 折舊什麼 那個都太實際 而且違反原來的精神 你知道嗎 為什麼要 不要太太 不要太蹊蹺 不要太蹊蹺 就是 我們會這樣刪 最主要是 歷屆 在我們這個 這幾年新北市 這幾年 都 原則上 包括我們那個衛生局 以前的 那個 高階的官員 都希望說 就是單純 基金 就讓他按基金的使用 這個是很單純 因為他事業目的很清楚 轉來轉去 看起來好像幫 這個都太蹊蹺 所以我們認為說 如果市府有些人要幫 那當然 就是 預注本益算進來 或者甚至於我們 那個 第一線的 遠遠辛苦 要獎勵 我們可以用其他方式 用本益算去預注啊 好不好 謝謝 好 跟議員報告就是 如果說真的是工衛用途的話 他就沒有辦法 用醫療的收入了 所以呢 這個其實是為了支持他們 他們可以做醫療的收入 但是因為他們也要做很多的工衛 所以在這個上面 我們採用一人一半的一個模式 那希望來支持他們 他們這樣子的一個 還是可以繼續做他的收入 那在這個 因為他們也是很經營很困難 也是有的部分也都在我們的偏鄉 那希望能夠支持他們 讓他們的這個人員的獎勵金 獎勵金這些能夠增加 所以是不是能夠請各位議員能夠支持 陳明治 陳議員 我有點不太清楚 你從基金裡面拿140幾萬的收入來買器材 然後說這樣子會讓基金 贏與他們分配的獎金是會提高 邏輯上是不是這樣子 會 陳明治 是 那你這個錢不要動 你為什麼不能全部用公衛預算預注 為什麼 如果全部用公衛預算預注 他們就是 不是一個醫療作業基金的一個模式 他的收入不能進醫療基金嗎 他就 一般來講 他的收入就應該是純粹以公衛 如果我們的這個遊戲規則上面是這樣的話 那他因為他這個事實上 他還是要去跟健保 或者是自費的見解 那這些他都可以有一些收費 那收費進來的這個項目呢 他可以 如果這個衛生所他的盈獄 有業務盈獄 你的這個器材預算是公衛預算購置的 那收入不能變基金的是不是 收入不能進基金嗎 一般來講 如果他是百分之百的公衛目的的話 我們通常是不收費的 報告議員我可不可以容我再說 一分鐘說明一下 那不用不用不用 那你這樣子的話 那你公衛 你那個什麼 你預注也可以一千塊兩千塊 遵用公衛預算 那不是貪污購 他當時有一定的比例 對 誰說有一定的比例 跟 收支這個辦法裡面有規定嗎 好 我們有一個管理 跟你報告一下 就是說整個醫療基金他的剩餘 然後就繳了143萬給我們的衛生局 那因為衛生局的所有的收入支出 都是叫做公庫 就是庫款 所以我們的預算科目 為了配合這個 所以我們預算科目是規定叫做繳庫 那事實上就是 這筆143萬交給我們的衛生局去統籌分配 作為他的那個醫療製作使用 所以我的預算科目就叫做繳庫 這樣子 那事實上還是 繳給我們的衛生局的公務預算去支 那因為那個衛生局的公務的收入 都是叫做庫款的收入跟支出 報完畢 您一局 我想請問一下那個 那個局長 你剛剛講的偏鄉的部分 是有包含哪幾個區域啊 如果是我們的偏鄉衛生所的話 現在像這個 瑞芳共療跟平陵跟雙溪 還有巴黎金山 然後 所以 好 那你剛剛所講的部分 就是說 有部分是拿來給一些偏鄉的一些 那個醫療醫療人員的一些獎勵 是不是這樣說 跟議員報告 不是只有說只有給偏鄉的醫療 只要是這一個事情是屬於我們 有公衛的比例 佔一定的比例的時候 我們就會抑注 那比較多的是在偏鄉 但是偶爾它也會在我們其他 城鎮的衛生所裡面 如果它買的這一項儀器本身 是除了醫療以外 它其實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是公衛用途 我們都會在這個上面做一個相對的提搏 就是它佔50%我們佔50% OK 好 我了解 謝謝 所以你剛剛講的部分 不是單單針對偏鄉地區 只要是都會去針對跟公衛有關係的一些設備 或者是你們也會多 對 在這個地方我會相對的提搏部分 是 好 謝謝 了解 那個局長 我請教一下 你剛才說這一百多萬 是為了要衛生所所購的設備 這些設備預算都編列了嗎 這些設備都編列了 編在稅初是不是 這些設備編在稅初 編在稅初 那假如說這個預算沒通過你稅初 需要刪減嗎 還是說一稅初通過以後 一樣可以支用 那個我問一下就好了 你的稅初已經編列了嘛 你現在說這個稅度是要支應那個稅初嘛 那現在那個稅初假如都通過的話 那你這個稅度沒有通過 那稅初算不算數 還可不可以用 主計不然你講一下 那個局長說不清楚 方議員我們還是希望不要刪減 沒有沒有 我說可不可以用 我現在問的問題你回答我 如果假如 比較清楚 假如說你編的預算 要預住的一些稅初 預算通過以後 他還可不可以用嗎 所以這筆醫療基金 如果沒有進來的話 如果沒有進來的話 那麼 給那個衛生機分配給各個衛生所的錢 不是 我現在你已經 這筆已經編列了嘛 編列的話 那些可不可以用 你告訴我就好了 那這樣就 那些假如不能用 我們再來討論這筆 預算要不要刪 假如那些錢 是沒有受到影響 我們就單獨來刪 這筆預算合不合理就好了 因為兩個討論不一樣啊 是 我跟議員報告 沒有那個 我先問主計說 那些稅初 預算通過以後可不可以用嗎 就是如果那個基金 通過可以用嘛 對不對 對 通過就可以用嘛 所以跟這一筆稅入沒有關係 所以我們來單獨 討論說這筆稅入 需不需要 把那個醫療作業基金 把它拿到 拿腳庫的問題 假如說它 可以有更好的用途 我們就不要腳庫 我們 讓它保留在醫療作業基金 有更好的用途嘛 這個 這才是我們今天要講 他討論的題目嘛 對 那個 他刪除的動議 是覺得說 找不到你 你把它腳庫的理由 的合理性跟合法性嘛 那腳庫既然沒有合理性 也沒有合法性 那就刪掉就好了 也對你們沒影響 那幾千多塊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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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又要繳進來以後 又不合理 我還是 報告閡議員 我們還是希望不要 腳庫還是不要刪減 因為這個是他們的稅初的才原 所以如果假設這筆稅入腳庫 如果 那幾筆 處長 你剛才不是說不受影響嗎 支出不受影響 所以这个财员是缴到卫生级没有错 但是卫生级总共还是编到财政级里面去做统筹应用 不会因为这笔钱受到影响 我财员就少了这143万 这只是市政府的市库财员少了100多万 不是这样子吗 我可不可以跟议员补充说明一下 因为当时我们这个编列的有它的游戏规则 就是说卫生所它会相对提一半 那如果现在目前他们都不用提拨的时候 那对其他没有提到这边来的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没有提拨预算通过的话可不可以用 这才是重点 不是因为因为它不是说 医疗作业基金支出一半 预算编一半然后两个合起来 它是支出的不已经前而编列了 所以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不要再扯到那边去 直接在这个地方讲清楚 不然你就把那个后面那个什么 配合卫生机构置 设计器设备这几个字要杠掉嘛 因为实际上没有关系 还会有关系 刚才那个陈世宏议员也讲过了 说很奇怪的一个 报告一言 这笔那个脚固还是希望能够通过能够脚固 不然我这个就没有这个裁员 这是第一点 那如果这样的话就不公平不合理了 因为他这边有个规定 你刚刚说是为了避免这个基金要摊提这个折旧 会让这个然后避免他摊提 然后让基金有比较多的这个剩余 可以发作奖金嘛 对吧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这样子 OK那很简单啊 你把摊提的折旧的部分 每一年你用公务预算去寄注基金就好了 不是同样 你这个就根本就是以前的财政局 税务都是财政局在弄的嘛 把所有可以刮的税务 刮的这个这个什么收入 都通来做税务基础啊 对不对 乱搞一通 跟议员报告好了 用报告啦 我刚讲的 你每一年 你每一年公务预算去 这个避免这个摊提承 就不用公务预算去寄注基金 为什么不行 可以吗 可不可以啦 你这样子你的基金都没有动啊 不是议员 因为这个不是只有今年的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其实是已经一直以来 都是用这样的方式 那如果我们一直用这样子的公务预算 进去补的时候 我们的财务 财源上面就像 刚才我们主席 这边所讲的 确实有一些问题 配合那个什么 税务的主政机关 把所有的可以当财源的通来凑税务的基础嘛 对不对 扩大税务的基础嘛 因为我们 不管是这个卫生所 他们都还是有这个收入 他们也有医疗面 我们也是尽量希望 我刚讲话就可以了 对对对对对对的 对啦 ост 謝謝 因為他全部要給衛星所的 稅出是440幾萬 乾脆不然把我們整個基金 把拔出來給開 我們還存很多錢 乾脆我們還把整個到400回碼 要給衛星所比較好過 力氣比較好過 還加到440 4417 還把整個 買就這樣 對不對 只要局長這樣說 只要局長這樣說 要給大家更多 不然我們就相反 全部四百幾萬 全部由醫療基金來出 現在沒辦法 怎麼沒辦法 我們現在加下去就有辦法 還沒辦法 沒有啦 沒有人好 我現在先說 叫他回去想好 再來溝通 謝謝 因為我們上面問局長 現在說的局長不一樣 沒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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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嘉明在一起人 請來 我懂你的意思 嘉明在一起人 我本來是要做政令 對 因為你說 有很多 2條而已 是 2條而已 這 2條 你怎麼可以 喔 那太好 這誰 17001項 新北市政府交通局 本年度預算數39375000元 小陽17冊49頁 請審議 審查意見答案通過 跟大位報告 有關這一筆投資收益 它主要是投資台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 在去年我們有接獲到該公司的一個通知 依據該公司的預估的財務狀況 通知我們要預編有關投資的一個紅利收入 3937萬 公請審議 是 局長 因為這個是我們的稅入 所以我是要用這個機會問一下 那個進行台北市他說的行銷有很多 就用我們這些責任的 拿的利息很少的去行銷 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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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那個基金去反 我們又做不了組 我記得上一回的局長 那個時候你當副局長 是 有講說還要跟他們爭取這個潛意 看是沒有他們利息就提高一數 也是我們的整個 因為我們有投資啊 也是我們的收益啊 要不然的話 我們也借一點啊 那燙燙啊對不對 我們帳面也比較好看啊 是 我了解議員的意思 這個 那個時候溝通的結果到底怎麼樣 這也是牽涉稅入啊 這部分我現在還沒有看到 這個他們有正式的回覆 那這個我再來追蹤 那個時候的局長有說要去幹橋啊 是 我們在甚至在媒體也是有 有來講這個事啊 說這樣對新北不是太公平 因為我們是股東啊 不能全部台北市在做主 是是 我會再來追蹤這個 了解 如果說有監督也讓我們知道一下 是 好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局長 來啦 請頂回來了 好 那個誰 你兩個誰要先啦 那個局長 是 我問一下 你的那個 投資收益 跟那個捷運期的投資收益 是不是一樣的 我們按照股權分配 按照股權分配 對 那那個 基礎都是一樣的 那那個捷運期 也有一筆那個初期網路 營餘的收益啊 是不是 同一個公司還是說是兩件事情 還是說兩家公司 一樣的嗎 這個是不是 對 因為都是一樣 是捷運 台北市政府捷運級的 捷運公司 對 報告員 這是兩筆不一樣的部分 剛剛那筆是 是那個我們投資 那個台北捷運公司 一個是捷運公司 捷運公司的 另外一筆是我們投資 也是台北市的 叫做台北都衛區的大眾基金 那他們土地開發基金有賺錢 是另外一個叫做 對 那個是捷運期的 是不是 台北市的 那是台北市的那個 大眾捷運系統的 土地開發基金 對 他的開發基金 是屬於台北市政府捷運期的嗎 對 是屬於台北 不知道是屬於誰的 我不曉得 他是一個 台北市政府的一個 開發基金 那他們賺錢 然後分配給我們 新北市的 那他那個公文 那個捷運級 這個地方是捷運工程級 還有一個是捷運公司 是不是 那兩個 兩個的差異是在哪裡 對 前面的交通局是 台北捷運公司 後面這個是 那我問一下好了 這兩個 那個我們的那個捷運 那個誰 那個捷運工程級 這個我們總共有投資了多少錢 這個跟議員報告 因為看到這個我們 下一筆的這個收入的部分 是我們土地開發 的部分的初期入網 那土地開發基金 是有那個聯合開發的收入 我知道 那我們投資了多少錢 投資的話 依股本來分的話 目前大概佔百分之十二左右 我記得 他也是用股本去 對 分配英語 股份持溫去分配 對 分配英語 詳細會後再跟議員報告 所以這個是還有另外一個 另外不同的 另外一個基金 另外一家 公司營運是 台北捷運公司負責的部分 土地開發基金 是台北捷運局負責的基金 那你這一筆是有 是分回 分回本金還是分回那個 盈餘分配 只有盈餘而已 盈餘而已 那本金還有多少 你們待會再報告 因為我們現在審到 還沒審到那裡 好 謝謝 好 謝謝 再審查意見通過 謝謝 繼續 捷運局 23001項 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本年度預算數 一億兩千四十八萬五千元 想二十三測三十頁 請審議 審查意見招案通過 不見 再審查意見通過 謝謝張記者 謝謝張記者 謝謝 何時光 來 張記者請 八款補助及協助收入 02025 01項 新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本年度預算數 四千一百四十九萬一千元 想二之五測十二頁 請審議 審查意見 金長門第十二頁二節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相關預算送大會討論 各位同仁 前瞻預算不要給 好 好 以招案通過 好 謝謝 03001項 新北市政府民政局 本年度預算數 九千五百零一萬六千元 想三測四十九頁至五十頁 請審議 審查意見 金長門第五十頁二節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相關預算送大會討論 以招案通過 好 以招案通過 李坤前 你也請 其實侯社長來做專案報告的時候 才講說市政府給的資料才薄薄的兩頁而已 我是認為說如果要讓它這一個 因為這是屬於中央的預算 但是如果屬於中央預算 這一個要尊重議會的話 我認為還是要把各局處 各局處它相關的 有關於前瞻預算計畫的所有的項目 還是要完整的送一份 給這個議會 因為上次就是兩張資料而已 好不好 我們要議算給 再叫他所有的 所有的 所有的 這個所有的明細 你看這麼多決策都有 市府 所有的明細 在我們董寧 這個明天應該可以送來 好不好 明天應該都可以送過來 因為這個東西基本上議會也不會反對 只是說因為我們手邊也沒有相關的這些資料 要不要 好不好 要不要 有啊 有啊 有列入議程 副市長 副市長 副市長你明細有多少 還是要拋你 可以 可以啦 可以 明天啦 我去幫你問你不用車 明細有多少 不行啊 要一個禮拜 怎麼可能要一個禮拜 副市長 這個東西你專案報告其實就應該要提供給議會了 對不對 那時候才講說你們才包包兩張資料 謝謝 就是上次市長那個專案報告之後 那麼議長有才是要我們提供資料 那我們就開始準備了 那就是從那個那個 市長專案報告開始算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太久了 沒關係啊 如果你們預算可以拖一個禮拜 那我也可以接受啊 因為真的需要那個需要匯整 那個太龐大了 沒有沒有沒有 因為這個專案報告其實 其實早就有跟你們講說要這個資料 然後當天其實 市長也講啊 這個資料準備不夠 然後要怎麼樣準備的資料 讓議會可以接受 市長也有講啊 對不對 那不應該說現在審到這個預算了 議員手邊還是沒有這些資料啊 因為當時議員有決議還要很細的資料 沒有 其實齁 其實各個審查會 各個審查會其實 當時 比如說我當時在試審 就有相關的資料 那我相信各個審查會 當時都有相關的資料 你就把相關的資料匯審來 如果是指108年度 預算編列的計畫 這個我們可以在這一兩天 馬上給過 那因為當時 決議是說還有什麼 總體總經費還有一個 一個 沒關係 那至少你說那個東西 一個禮拜給沒有關係 但是審查到 今年的預算了 就應該要給全部的資料啦 如果是108年度 我們預算所編的計畫跟經費 這個我們這一兩天 我們可以送過來 就明天啦 我認為是 議長 我認為這個東西齁 就等他送過來之後再來審啦 送過來之後再來審 反正就先保留的嘛 議會也不會讓他過 因為是中央的錢啦 可是我覺得要尊重議會 就等這個議 這個你們所提供的資料 完全都到位之後 我們再來審查 要過也是很快 好不好 來議員請 議長 議長我覺得剛剛這個 李昆仁議員他講的 這個部分很有道理齁 我們不能夠說資料還沒來 然後議會就先讓他通過 等到通過之後再補資料給我們 這個審查程序上有點奇怪齁 那原則上這個前瞻預算 如果是我們中央 去跟中央爭取到的 尤其有一些是計畫型的 爭取到的 我們當然都很高興啊 原則上這個爭取到的 基本上我們不會去反對啊 也不會說什麼去背格這種預算 但是重點是 你不能夠說哪一些是前瞻計畫 爭取到的 你到現在市府都搞不清楚啊 那我們當然是說 資料到這邊 議員看過之後 然後我們才去審查 然後才讓他通過 怎麼可能會到過來說 我們先通過 然後再補資料給你 做背書 這個程序上是不對 所以我希望這個部分 我們就先讓他這個 延後啦 延後 延後 爭取到的還沒有爭取的 還有一倍爭取的資料 都送給我們 原則是一個禮拜 所以一個禮拜還沒到 我們的預算應該延後審查 到了資料給我們 手上的時候 大家再來審嘛 對不對 謝謝 謝謝議員 沒有啦 你資料給我們嘛 何柏議員講得對啊 我們當初不是要求市長 有列入會議紀錄不是有嗎 你看會議紀錄裡面 都不是寫得很清楚嗎 你資料還沒有送過來 剛好就已經 已經碰到這個審查預算了嘛 沒有啦 我們正在會點當中 對啊 所以延後討論嘛 你們也不會規格啊 對不對 大家都不會規格 我是說我簽隊喔 一百... 現在計畫了啦 一百零八年喔 不會以後來這兩天快送來啦 這先去就來 好不 如果是一百零八年的部分 我們可以這一兩天趕快送過來 這兩天來要先進去嘛 好不 一百零八年 啊現在 好啊一百零八年 喂啦 欸 其實也要跟108、107的送過來 有什麼關係 反正你要送的 已經經過... 我們一港當時 我們一港十幾十四 十四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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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十八 等一下 一禮拜一送來 今天是禮拜五 禮拜一送來 剛好一個禮拜 我們就可以審了啦 為什麼還要分108 107 106 對不對 你承擔只有108 現在也有107的啦 沒有啦 有啦 現在有沒有107的 沒有啦 也有107的 你看 當黨團數據長都不知道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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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 我們要求的那個資料送過來 大家都可以審了 我想我們一位都不會被割啦 好不好 謝謝議員 謝謝議員 好不好 你們拜 主要拜一送來啦 拜一送來啦 好啦好啦 拜一送來 拜一送來我們再信啦 齁 其他都言後討論啦 好啦好啦 拜信 前瞻計畫的嘛 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議員 有 100年8 對啊 總 不是啦 108年4 可是他總要總啦 全部啦 不是啦 那個沒有啦 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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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極再來 這樣保留啦 再來 全部都要那個 沒有啦 他就有前瞻保留 就照照 對啊 前瞻保留 照審財線通過啦 好 社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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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翻開第17頁 11001項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本年度預算數 26億8321萬3千元 翔11冊49頁至61頁 請審議 審查意見 金長門第49到61頁二節 社會局前瞻基礎建設計劃相關預算 相關預算 送大會討論 金長門第49一二節 108年度強化社會安全網計劃 充實地方政府社工人力實施計劃3-89萬9千元 依據衛福部107年8月10號衛部護自帝 1071460761號 含修正 金長門第51二節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補助108年度建構 托育管理制度實施計劃 地方政府專案人力補助138萬5千元 全數刪除 依據衛福部社會及家庭署107年10月30號 社加支自第1070111361號含修正 金長門第53一二節衛福部補助108年度 執行風險工作補助費327萬4千元全數刪除 依據衛福部107年8月30號 衛福部救治第1070127615號含修正 金長門第55一二節衛福部社會及家庭署補助108年 強化社會安全網計劃經費 家庭社會福利服務中心補助3-174萬7千元 依據衛福部社會及家庭署1078月10號 社加支自第1070091854號含修正 於招案通過 來 說明 局長 那個 是跟大會報告 那這個部分呢就是除了前瞻之外 那這四項呢都是中央來函刪除的 那因為我們在編預算的時候是有一年的這個時間差 所以通常我們在編預算的時候我們都會問中央說 那我們這個補助是要怎麼編 他就會告訴我們說你就按照去年編 那後來呢我們這個預算呢到這個12月他們又再發函來說 現在他們沒有這麼多錢因為他們的預算通過之後呢是沒有辦法給我們地方這麼多錢 所以就刪減我們的預算 那我們就拜託議員在一審的時候先幫我們刪除 免得到時候沒有這麼多預算那我們又有寫了這麼多預算到就變浮邊預算 將來又會降低呢中央對我們的計畫型的補助 以上報告 請問一下你們社會局轉了30億的這一類的補助 24億長照的部分 不含這些嗎 不含長照的部分 30億也算前瞻我們沒有去碰它 所以我要問一下說那30億裡面含不含這些 都不含 長照補助那也是計畫型的補助 社會安全網這些也都沒有了 對我們這個沒有多少錢這個只有幾百萬而已 你不是說30億裡面包含這些啦 沒有包含這些 沒有包含這些 來李坤子 這個局長因為我剛才看這個 這個裡面的這個預算都是 強化社會安全網啦 頭育管理制度啦 這個不是就是我們最近正在關心的事情嗎 對 對啊那所以說就算說中央他因為預算的關係不給這筆錢的話 那難道我們市府難道這筆錢 因為我們分子有這個需求嘛 我們有這個需求才跟中央來報的嘛 對 我們是表示我們有這個需求 是 那現在如果中央不給這個錢的話 那難道我們這筆錢就不編了嗎 呃我們基本上我們也有自己的市府的預算來做這些項目的方案 對 那我是說這個既然我們有這個需求 那現在大家對於說 齁 不管是這個打小孩的事情 或是說這個通育管教的這個問題 大家都很關心 是 那就算沒有中央的錢的話 難道我們自己市府 我們都還是要做的 只是說 在之前的就是中央 沒有這個錢我看起來也 也 其實也沒有很多啦 沒有很多 對 主要是安全網的人力的部分 對 因為過去核定給我們的人數是比較多的 對 後來因為中央他們的預算沒有通過 所以就全國都刪減了人數 對 對我的意思都是像社公司嗎 還是什麼心理 社公 主要是社公 那其實我說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這筆錢是很需要的話 好那就算中央沒有補助 我們地方自己應該要自仇啊 會會我們也會有 對 所以應該是要把它補齊才對啊 對 但是也跟議員報告 因為他這邊主要刪減的 一個就是社公的這個人力費 對 那人力費呢 我坦白講 因為現在他是全國都給了 各縣市的社公人員 但事實上給我們這麼多名額 但是我們也是聘不到的 換句話說 因為全國都在搶人 其實因為這個部分 所以你現在是有 有 就算有經費 你也聘不到 對 有的時候他也不盡地聘得到 所以呢這是第一個 聘不到還是人家不願意來 對他們 對當然在新北工作是特別辛苦 但是全國都聘不到 換句話說 在補足這個人力的時候 他都有困難 那另外他刪除的是風險費用 那過去呢 這個中央是給了 就認為說我們保護型的社公 他們其實在做家訪的時候 他們也會面臨很高的風險 因為他可能把孩子帶走 這個不是都是很需要的嗎 對 但是中央就說他們沒有預算 他們就整個刪除 那我也跟議員報告 那我們也特別編了這個預算 因為我們覺得這是應該給我們社公的 那可不可以再去跟中央來要 現在他們也在說呢 因為立委也認為說這樣子對社公非常不公平 對啊 所以他們希望能夠恢復 那現在他們還在立院協商當中 我是說那 你還是來韓把我們刪掉 我們可不可以再去韓跟他們來爭取呢 可以 但是我有跟議員報告 當初他要刪掉 他其實提早就告訴我們了 說他們這個中央不同意 他們的主計單位也不同意 後來我們也都編了這個預算 可是編了這個預算 他們說我們也要報他們 讓他們同意 我們才可以使用這個預算 但是我們已經編了 編在我們的預算裡面 但是後來現在中央又說呢 因為大家都覺得社公非常的辛苦 應該還要再恢復這個預算 但現在還在討論當中 但是確實他是當初是把我們刪掉了 所以我們就說他刪掉的部分 我就不希望說出現 在我們的預算裡面 不然他們就會覺得我們是否有意見 我認為再去爭取啦 我們一定會再爭取 一定會 一定會 謝謝議員 現在有30秒 10秒 其實 OK 教長啊 你說這樣我們真的有意見 你既然說 活動辦那麼多 花錢喔 一下子一個鐘頭兩個鐘頭 就花了幾百萬 你現在連這個社工的保險 這個東西還要更重要 總共不給你 變這個預算 叫你退了 你還現在說要去爭取 你應該 要多年後 減榜一點 要讓這個社工保障一下 我們一直都有爭取 哪有爭取 我就說這不重要 我說重要就是說 那一些不重要 活動秀是不重要 短暫的 這是有一個保障安全的 好不好 是 謝謝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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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建議這個延後 因為連機長剛剛打醒的時候 都說中央還在討論 那你現在就刪 就表示我們已經不給 那原來的想法就改變太大 那稍微延後一下 因為他中央 你不是說還在協調嗎 都還沒有訂 有沒有這個錢都還不知道 那這一筆他已經刪掉 就是已經刪掉 你剛剛講說還在協調啊 是啊 他會用另外一筆啊 我接著這個先延後 因為沒有時間 我也不要耽誤大家時間 謝謝 還是討論中 討論中 再繼續講 好不好 先討論中 討論中 好啦